第一个方面 做点活 很容易累 人到五十 我们已经中年的后半段了 人到中年万事休 很多时候 我们要懂得得调养生息的了 因为人到中年 我们的身体机能开始下降 我们的身体素质 已经大不如以前 所以 要懂得好好地保养自己 不要让自己的健康出现状况 因为人到五十 我们还是家庭的顶梁柱 家庭的方方面面 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去运筹帷幄 去挥斥方球 如果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 那么 我们的家庭 就可能会陷入某种危机中 特别是当我们做点活 会很容易感到累的时候 我们就到了一个玩不起的年龄的了 这时候 千万不要再出去花天酒地 四处吃喝玩乐等 要懂得好好地守着自己的家 爱着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安安静静地迈入人生的后半段 才是人到五十的我们 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啊 第二个方面 很多看不惯的东西 会一笑而过 也许 年轻的时候 我们会看不惯很多东西 有人过于嚣张 我们就会感到气愤 有人婆婆妈妈 我们就会很鄙视 有人唯利是图 我们恨不得撕了他们 等等 其实 在任何一个年龄段 我们都会遇到看不惯的事情 只是 年轻的时候 更在意 更想去制止一些自己看不惯的现象 而人到五十 我们突然发现 自己似乎对以前看不惯的东西 有点不在意了 当有人做了一些 自己看不惯的事情的时候 自己也学会了一笑而过 这样的一笑而过 其实不是助纣为虐 而是一种看破无谓的争斗 懂得放下的一种好心态 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好心态 就是说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玩不起的年龄了 更加懂得保守 懂得明哲保身 懂得各自安好 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第三个方面 开始害怕死亡 是啊 我们这批七零后 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半个世纪 渐渐的就开始老了 当我们发现 自己的父辈 已经白发苍苍 有的 甚至已经离我们而去 而身边的某个亲人或者朋友 甚至是某个同学 也因为某种疾病或者意外 突然离我们而去的时候 我们突然开始害怕死亡 是啊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当一个人 突然发现 自己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 会突然离我们而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害怕死亡 而这样的一种心态 也说明了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 玩不起的年龄了 我们会更加懂得保养 懂得珍惜自己的业余时光 我们会在夕阳下山的时候 独守在自己的世界里 听一首歌 喝一杯咖啡 或者读一本古书 静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也许 这样心如止水的生活 远离了喧嚣 靠近了寂寞 其实 更是一种 我们到了一种 玩不起的年龄的时候 所要正确面对的生活呀 朋友们 你们说 是这样的吗 老话说 床底放四样 加拜人钉散 这四样东西 床底下不能放 床底放四样 加拜人钉散这句老话 相信没少听过 老人曾经无数次叮嘱 但依旧有很多年轻人 喜欢把各种物品 塞在床底下 以为这样才是在有限的空间里 合理的利用 但其实很多物品不适合放在床底下 影响风水的同时 还可能影响健康 多少有些不划算 第一样 铁器 居家生活中 难免会用到一些铁制器物 在老人的印象中 铁器是冰冷 刚硬的物质 和卧室营造出来的温馨恰好相反 若是把铁器放在卧室床下 多少有些违和 会给整个室内增添一种冰凉感 而且铁器本身容易生锈 有一定的伤害性 放在床下的话 很可能会对地板 床 以及被褥散发有害物质 试想一下 每天躺在床上休息 岂不就是近距离接触铁器和铁锈 对健康的威胁 也是相当大的 尤其是心思敏感的人 或失眠多梦的人 只要一想到床下有铁器 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实在太闹心了 第二呀 药物 还有很多人 习惯性将药物放在床底下 觉得这样既安全又方便 尤其是很多中草药材 存放的初衷 可能是担心家里小朋友触碰 毕竟是要三分毒 害怕小朋友误食用 可问题是 药物放在床底下 真的是个错误的存放习惯 存在很多弊端 要知道 药物的处放是有要求的 务必要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这样才能确保药材性质不变 药效不变 显然 床底下不太适合 最起码床底下阴暗 潮湿 不具备环境条件 如此一来 就可能会导致药物变质 再有就是 很多药物的味道很大 会污染卧室的空气 到最后 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药味 很可能会影响睡眠 第三样 杂物 多年打拼 好不容易才购置一套房屋 所以大家都想物尽其用 家里面积太小 如何才能做到节省空间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学会合理收纳 于是 卧室床底下 也变成最隐蔽的收纳空间 家里不用的杂物 会被暂时收纳在这里 可能在主人看来 杂物隐藏在床下 没有人会发现 不会影响 卧室原本的空间和装修效果 可是 主人忽略了一件事 杂物是看不到了 但它散发出来的细菌 气味 却是怎么都掩盖不了的 若是长期生活在细菌 和意味弥漫的卧室 对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 想想都觉得害怕 第四样 贵重的物品 总有人觉得 床底下最安全 于是 家里贵重的物品 都被统统安排在床底下 可实际上 床底下并不安全 若是把贵重物品放在床下 还可能影响睡眠 一想到床下的物品很贵重 心里就难免有压力 出现焦虑 烦躁的感觉 时间久了 肯定会影响心情和生活质量 既然知道物品很贵重 那还是重新为它 找个新的栖身之所 最起码安全系数要高 比如说保险箱 或者储物室等等 说到底 床是休息的地方 不是储存物品的地方 任何时候 都不要让外在的物品储存问题 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健康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床底打扫干净 什么都不要妨 人过五十 就别在朋友圈 离闲摆着几样东西了 一 隔岩连臂有言 丈夫之高华 旨在于功名气节 比肤指炫耀 但求诸福是起居 一个人真正的功名 是藏于内心的气质 踏实的生活 用腌制粉和衣服装裱起来的美丽 反而会令人羞耻 人到五十 是职场上的老员工 是生活中的爷爷奶奶 更应该懂得低调做人的道理 把人生的优越感受起来 过好余生 树高千尺不忘根 人生百年 其实是一个轮回 兜兜转转很多年 最后都是沉于土 网络时代 发朋友圈是常态 但是你不要炫耀以下几样东西 会让自己很掉价 二 第一 收入 不必亮出来 避免极度 一个单位里 员工是分等级的 级别越高的员工 工资也更高 平时 总有一些员工拿到奖励 因此收入会超过同级别的员工 打工人之间 不仅有横向的比较 还有纵向的比较 如果你的收入很高 不代表所有的员工都一样 并且 有些收入 是意外之财 你是不能说的 五十岁的人 凭借论资排辈的规律 收入比新员工会高一些 但是工作的效率 承担的压力 不一定比新员工更高 晒收入 无疑是打击新员工 也会给上司带来麻烦 企业家王石 讲过这样一件事 他聘用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员工 鉴于女员工的表现 在一次发工资的时候 多给了一些钱 女员工看到后 认为钱给错了 要求退回 他解释说 这是一份奖金 还有一次 他的朋友给了女员工一个红包 女员工主动退回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王石对这个女员工更加气重了 有道是 钱品见人品 如果你对金钱处理不当 人品就会很低级 靠谱的人 会谈钱 但是会控制谈钱的范围和尺度 从来不会把钱量出来 学会闷声发财 坚持财不露白 不管多大年纪 都一样 三 第二 情感 不必过早下定论 未来的路还很长 一个情字 困扰了很多的人 也成就了很多的人 当你五十岁的时候 不仅要处理好自己的爱情 亲情 还要关注儿女的爱情 婚姻 很多人 喜欢把儿女的婚事晒出来 一方面是接受大家的祝福 一方面是炫耀自己的儿女有出息 找到了好的工作和幸福的归宿 其实在背地里 总有一些人这样想 晒时磨晒 指不定哪天就离婚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有一些家庭 年轻人长期找不到对象 因此对婚姻的事情 非常敏感 身边的亲戚朋友晒婚姻 他们就很窝火 另外 你自己的情感 也不要轻易晒出来 婚姻中遇到的麻烦 也只能自己处理 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 尤其是不能公开 爱而不得的人 在交际场上遇到的异性客户 舞伴等 情感的世界是说不清的 你还是糊涂一些未好 感情能不能越来越好 走着瞧 四 第三 荣誉如昙花一现 要及时放下 唐朝诗人杜甫 在好友言武的举荐下 得到了一个六品观的虚值 能够证明他的身份的 是一个非鱼带 一次 几个年轻人看到杜甫的非鱼带 暗自发笑 认为杜甫是一个虚伪的人 晚将默契托年少 当面书心背面笑 杜甫写下机句诗 表达了人情冷暖 也留下了自己难堪的一面 这个世上 总有人当面阿余奉承 背后耻笑 怒骂 你不必把荣誉当一回事 那都是代表过去的点点滴滴 和你的未来 没有什么关系 五十岁的人 如果你稍微勤快一点 那模拟的职业生涯中 总会得到一些荣誉 你不要当一回事 正所谓 好汉不提当年勇 五 第四 礼品 礼清情义重 不要互相比较 生活在礼仪之邦 送礼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 礼上往来 来而不枉非礼也 千礼送额毛 礼清情义重 雪中送炭最难得 能够把礼仪都吃透的人 并不多 如果有人送礼物给你 要模式八戒你 要模式亲戚之间的普通交往 你要把礼物进行归类 不要太糊涂了 当你把礼物晒出去的时候 一些想要抓把柄的人 就会冒出来 漠视挑事 比方说 有下属送了礼物给你 一旦被公开了 你就有敛财的嫌疑 两个亲戚 送了不同的礼物给你 到底谁更真诚 是无法判断的 礼物是小事 贵在人情 你不要在朋友圈里炫耀 六 第五 饭局 无用的社交 去多了伤身 总有一些人 把参加饭局 当成是炫耀的资本 走进大酒店 随手拍下巨大的迎宾厅 雕龙画风的菜碟 成是很复杂的菜品 一起参加研习的知名人士 发到朋友圈里 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事实上 你身边的名人 别人压根就不认同 饭局里的人 也仅仅是和你聊了几句而已 喝醉了 也没有人扶你回家 你的炫耀 早已被人看穿了 只是谁都不说而已 七 培根说过 好炫耀的人 是明哲之士 所轻视的 愚蠢之人 所艳羡的 产宁之徒 所奉承的 同时 他们也是自己 所夸耀的言语的奴隶 一个人越显摆 越低级 你越往自己身上贴金 也会体现自己的低级感 真正有本事的人 到了五十岁 就主动往下走 靠边站 他不说自己的过去 不谈复杂的感情 不给自己戴帽子 拒绝吃喝的社交 你唯一值得显摆的 就是你从不显摆 人活着 别对比 其实呢 我们人老是喜欢做这样一件事 那就是对比 总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对比 自己好的时候 拿自己和别人对比 自己不好的时候 也拿自己和别人对比 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往往不是很开心 我们往往会很失落 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有了对比 就有了伤害 每个人的起点都不同 每个人的成就 也就不同 如果说我们一味地站在别人的高度 来衡量自己 那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了 所以不要那么傻 老是拿自己和别人对比 相信每个人都不喜欢有人拿自己和别人对比 因为一旦对比 因为一旦对比 自己好像就失去了所有的优势 所以 人活着 不要去对比 不要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伤害自己的事情 尽量不要做 活自己挺好的 人活着 别对比 别不知道 一 没有对比 就没有痛苦 其实 每当有人拿自己跟别人做对比的时候 无论对方说的是不是好的 自己心里反正不是滋味 说你好的时候 难道就对你有意义吗 说你不好的时候 其实伤害也就更明显了 所以说 不要去对比 即使自己再能干 即使自己再优秀 也不要去对比 或许有人会说 不去对比 怎么知道自己的劣势呢 不去对比 怎么去提升自己呢 其实是 每个人的成就 每个人的优秀 不是对比出来的 而是靠自己一点一滴地拼出来的 我们可以去学习别人的优点 我们可以去效仿别人的优点 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要和别人对比 对比了 我们的痛苦也就多了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如别人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高高在上 反而失去了最真的自己 二 把你还给你 把自己还给自己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对比呢 其实完全没必要 对比了之后 你还是你 对比了之后 我还是我 我们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所以说 不如把你还给你 不如把自己还给自己 让你在你的世界里尽情地发光 让我在我的世界里尽情地精彩 我们本就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又何必要把彼此绑在一起 有必要 有必要吗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结局都一样 我们又何必在意太多呢 所以说 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 尽情地做自己 活出自己的人生 活出自己的魅力 活出自己的独特 从今往后 我不再和谁对比 从今往后 我只和自己对比 和自己对比 我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我才知道 我该如何地改进 和每一个自己对比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和别人对比 毫无意义 三 人活着 活自己 才是人生 人活一辈子 为什么一定要活在别人的眼里 为什么一定要活在别人的心里 别人活得再好 也都是别人的世界 别人活得再精彩 也都是别人的精彩 我们没有必要对比 我们没有必要羡慕 我要找准自己的目标 我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知道自己的起点在哪里 然后为之而努力 我不管流言蜚语 我不听 我不看 我不信 我就在自己的世界里活自己 这样的自己才是最通透 或许 真正的成长 真正的成熟 真正的独立 都是从活自己开始 活自己是种快乐 完全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们在意了 又能怎么样呢 最终什么都改变不了 所以说 不要去管别人 不要去和别人产生对比 管好了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四 幸福生活 从不对比开始 其实啊 可能每个人向往的生活 可能就是不对比的生活 如果说 你的老婆 整天拿你和其他的男人对比 说 其他的男人会赚钱 说其他的男人雇家 说 其他的男人体贴 如果说 你的父母 整天拿你和其他的孩子对比 谁家的孩子 那么会赚钱 谁家的孩子 今天买了车 谁家的孩子 今天买了房 如果说 你的上司老是拿你 和其他的同事对比 说你的同事 那么能干 说你的同事 哪方面都比你强 其实吧 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 我们听着 心里确实不舒服 因为我们确实不想要 听到这样的对比 因为对比一出来了 肯定有强有弱 其实也就是在贬低自己 其实也就是在抬高别人 这也就是在损自己 这也就是在践踏自己的自尊 其实想想 挺心酸的 是不 所以说 我们既然阻止不了别人 拿我们和别人对比 但是我们不入心就好 但是我们不拿自己和别人对比就好 你活你的 我活我的 幸福的生活也就因此而来了 佛说 一切都是天意 说得真好 人这一生 你会遇见谁 都是命中注定 一切都是天意 人这一生 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你尽管善良 一切该来的 总会在路上 人生看淡一切得失 不要因为有一点失意 就否定自己的人生 不要因为别人的一点看法 而选择回避 人生应该勇敢做自己 看开人生中的聚散离合 接纳人生发生的一切是非对错 珍惜身边拥有的 真诚地对待别人 这个世界即使有些糟糕 但永远都会存在暖意 只要我们不自我放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那些属于你的东西 总有一天会到来 当他们到来的时候 便是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人这辈子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有的人的人的人生中会 遇到一个好队友 一个知己 一个爱人 但也可能身边藏住一个小人 好队友给予自己帮助和扶持 知己为自己暖心解惑 爱人给了自己依靠和归属 而小人 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添堵 让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挫折 人生中发生的一切好的 坏的最终只有一个目的 带领我们走向幸福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识 人生或许你会先遇到一个人 跟你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由于种种问题而导致你们的分开 从此不再联系 后来你又遇到了一个人 即使被迫分开之后 再一次重逢 彼此祝贺 找到自己的幸福 这样才是成年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忍着一生 只要你永远心存善念 不管你中途遇到多少人 但总有一个人会偷偷爱住你 然后跟你一起 经历了诸多风雨之后 才把彼此交给了对方 携手一辈子 黄自立的一生 从第一次结婚当晚 就发现妻子怀孕了 而孩子不是自己的 但是他很爱妻子 还是选择了接受妻子的全部 而当妻子生下孩子之后 他们之间的感情受到了别人的质疑 彼此双方也是因为自尊心而谁都不愿意先退步 最后 他们因为外界的压力而选择了离婚 而黄自立离婚之后的五年 一直都没有再婚 原因就是寒墨遇上真正喜欢的人 况且心里其实一直都住住前妻 而命运对他的安排 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他经过相亲认识了刘曼玉 两个人快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身边又发生了很多事 导致了他再一次和有缘人分开 或许是他跟刘曼玉有缘无分吧 所以才让他有了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故事 他由于曾经在前妻闹别扭而喝醉酒 被进了警察局 于是认识了方言远景 这一次相遇注定是一辈子的缘分 时隔五年时候 他跟方言又遇到了 这一次他成为了方言的帮扶对象 在生活中不断地接触之后 方言慢慢地改变了 他对黄自立的偏见和想法 也一次次认识了黄自立的未人 又一次次地为他而感动 所以方言在不知不觉中 便爱上了黄自立 他们两个人最终相互相助 走到了一起 缘分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 好像冥冥之中 一切都是天意 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 都有他来到的意义 好朋友给我们的人生 传递了正能量 而小人虽然给我们人生带来阻碍 却是进一步去锻炼你的意志力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而爱你的人 会是你一生最美丽的风景 给你快乐和希望 让你的人生绽放光彩 所以余生 简单的生活 真诚的交际 聚散随缘 珍惜一切拥有的东西 人活着 别委屈了自己 一 人活着 别迎合别人 要提升自我 人活着呀 其实没必要去迎合别人 你迎合得了别人 你委屈了自己 我们不如把迎合别人的时间 用来提升自我上 等你提升了自我 所有的一切都会如约而至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那么的纠结 总是觉得 如果自己做不好 不如别人的愿 不如别人的意 自己以为就会受到伤害 其实我们不这么做的时候 别人也并没有怎么样呀 很多时候 我们总会压抑着自己的心情 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压抑着自己 我们以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谅解 我们就可以获得别人的理解 我们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包容 但其实是 真正会理解你的人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都会理解你 真正不会理解你的人 无论你改变成什么样 也不会去理解你 所以 不要为了迎合别人 而改变自己 改变成别人眼中的自己 因为这是得不偿失的 当你努力地提升自我的时候 当你奋发向上的时候 当你积极进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你 这个时候的你 就是完整的你 这也是不委屈自己的体现 二 人活着 关心自己的内在 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人活着 多关心自己的内在 自己的内在 如果是善良的 如果是美好的 那么 你的人生 也就是美好的 如果自己的内心 是充满度议的 如果自己的内心 是狭隘的 那么自己的人生 就并不是美好的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尽管这个人 他的外在 不一定是完美的 但是他的内在 却是完美的 这样的人 往往更能够 收获他幸福的人生 这样的人 往往更能够 收获完整的自己 这样的人 往往更能够 收获真挚的情感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 忽略了自己的内在 不关注内在的成长 才会让自己 一度地陷入到困境 只有多多地 关注自己的内心 只有多多地 关注自己的内在 知道自己在哪方面 有所缺失 就在哪方面 有所提升 一个人 只有把内在 发展好了 一个人 只有把内在 成长好了 一个人才会是 通透的人 一个人才会是 快乐的人 更重要的是 内在美好的人 他往往更能够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才是不委屈自己啊 三 人活着 当已不在意 他人的看法时 你就赢了 一个人 活着 如果不在意 他人的看法 很多时候 你就赢了 因为别人 在你眼里 根本就不重要了 因为别人 在你眼里 根本就不算事了 因为别人 在你眼里 根本就不在乎了 这样的你 从来不会去 委屈自己 这样的你 从来只会活自己 这样的你 更是通透 你知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 你渴望的是什么 你知道 你要做什么 当你的内心 已经没有了干扰 当你的内心 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世界 也都安静下来了 你成功地做自己 你全心全意地 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伤心 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举动而多想 这才是那个理想当中的自己 这才是那个梦寐以求的自己 这才是那个热爱的自己 不委屈 不抢求 不在意 这才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随意 舒服的样子 四 人活着 一辈子不长 要学会取悦自己 善待自己 人活着呀 真的挺不容易的 一辈子也就几十载 在这几十载里面 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虽然事情总那么多 虽然困难总那么多 虽然挫折总那么多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取悦好自己 善待自己 从来都是忽略了自己的内心 从来都是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只愿自己满足别人 从来不会想着满足自己 也许你会说 这就是人情世故 也许你会说 这就是人活着的样子 也许你会说 这就是做人的为难之处 当你想要改变什么的时候 你要从自己开始 而不是从别人开始 这是虚空吉老师 常说的一句话 更何况 时间不等人 更何况 岁月不饶人 更何况 世事古难全 人这一辈子 好好地活着吧 好好地取悦好自己 好好地善待自己 人这一辈子 也就别无他求了 也就不委屈自己了 男女动了情 却无法做夫妻 做好三件事 也就赢了 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是此生难得的幸运 只是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如愿 有的人在对的时间 遇到了错的人 有的人在错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无论前者 无论前者 还是后者 都逃不了 最终走散的结局 如果两个人 动了身情 却无缘做夫妻 那么不要埋怨 命运的不公 也不要怨恨 对方没有努力 接受这种结局 默默地做好 以下三件事 同样是一种救赎 这才是成熟的人 面对感情 该有的样子 一 只要彼此都付出过 就不要否定在一起的 回忆两个相爱的人 最终因为各种问题 而无法继续走下去 决定分手的当下 内心一定是痛苦的 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 爱情就像是一种信仰 一旦失去了 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了黑暗 为了内心可以得到平衡 他们会开始否定过去的回忆 甚至在心里不断地指责对方 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下去 其实 真正要放下一个人 你越是否定过去 就越不容易忘记 如果不想把美好的青春 都浪费在忧伤上 那么记得 只要彼此真心付出过 就不要否定过去的这份爱 不管当下的你有多痛苦 心里都不该有怨恨的情绪 它曾经一定给过你最幸福的瞬间 你才会在失去的时候 感到如此的难过 爱情和工作不同 并不是你付出了全部的感情 它就可以按照你所要的去发展 两个人既然没有缘分 那么就要看开一点 当你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光 未来一定会遇到更加爱你 并真正适合你的爱人 男女动了真情 却无法做夫妻 如果想要早点释怀 记得不要否定过去的美好 你们曾经确实很炽热地爱过 人生很长 把美好的回忆珍藏在心里 心灵也能多一份寄托 二 要体面分手 别让彼此的关系 变得难堪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 分手后 双方的行为 都是验证人品的最好的方式 爱情需要经营 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注定要经历磨合的阶段 即使彼此很相爱 也有可能无法结婚 这份感情结束的当下 你我都不太可能做到全身而退 为了不增加更多的遗憾 只要你能做到体面分手 不要让彼此的关系变得难看 那就赢了 就像薛之谦在刚刚好里 写的歌词 用力爱过的人 不应该计较 当初你我在巧合下相遇 因为相互欣赏 所以走到了一起 但是拥有了爱和浪漫过后 双方也走到了相互轻扎的阶段 只有结束 才能减少痛苦 既然彼此都那么用力地爱过 不管出于任何一种原因 不能再爱下去 也不要恶语相向 三 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 记得祝福彼此 当你遇到了很喜欢的人 并且投入了全部的感情 可最后彼此还不能成为夫妻 内心的痛苦 一定是难以言喻的 那些重感情的人 就会因此而不再相信爱情 宁可一个人面对黑夜的孤独 也不想再开始一段新的故事了 并不是不期待爱 而是害怕又经历一次痛苦的失去 自己好不容易熬过了 无法放下的日日夜夜 怎么忍心再让自己 又掉入另一个火坑呢 内心不够强大的人 对待感情会变得十分敏感 也会过多地保护自己 一旦发现不对劲 就会收回自己的心 可是人和人是不同的 上一段的感情没有收获幸福 并不代表以后的每一次也会如此 男女动了真情 却无法做夫妻 分开之后你可以感到难过 但一定要懂得调整好心态 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 当你能够做到祝福彼此 并且积极地拥抱新生活 就一定会在对的时间里 遇到更合适的爱人 泰戈尔说过 向着空谷呐喊 也要等一会儿 才会听见那绵长的回音 你要相信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所有事与愿违的失去 并不是你们爱得不够深 也不是你不值得拥有幸福 而是命运有另外的安排 只要你不曾怀疑过爱 不曾想过放弃 最终一定可以等来你所要的爱人 有些疼痛是为日后的幸福铺路 有些遗憾是为了让你的人生变得更丰满 有些泪水是为了迎接更加成熟的自己 男女之间动了真情 却无法做夫妻 记住以上的三件事 你就赢了 对于爱情 我们不求全身而退 只求不后悔曾经那么真诚的爱过 人老了 如果老伴先走一步 无论如何不要做三件事 少年夫妻老来伴 对于老人来说 相依相伴了一辈子的人先自己而去 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同时也是晚年生活中的一道大坎 只是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 真正有远见的老人 当老伴先走一步 无论再悲痛 他们也不会做这三件事 一 沉溺于悲伤中不可自拔人生 总是在得失中不断徘徊 你身边的人 总有一天会离开你 没有谁能够陪伴你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对于老人来说 老伴离世当然是让人悲痛 可是这份悲痛你也要慢慢消化 不能沉溺于悲伤中难以自拔 否则 对你对家庭来说都是另一种灾难 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有的老人在老伴离世之后 郁郁寡欢 茶饭不思 每天都沉浸在对老伴的思念和痛苦中 没过多长时间自己的身体就垮了 甚至会追随老伴而去 这对子女来说是双重打击 就算是先走一步的老伴 他所希望的也一定是 你可以继续平静而安稳地生活着 而不是沉溺于对他的思念中不可自拔 甚至是追随他而去 这样做不仅让子女担心 也让逝者不得安宁 面对老伴的离世 你更应该做的是收拾自己的心情 把对他的爱与思念变成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带着他的记忆与期盼 走完自己人生的路 二 无原则地依赖子女 还有一些老人 在老伴离世之后 开始患得患失 手足无措 他们把对于老伴的思念 全部寄托于子女身上 对于子女的依赖 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无论大事小事 都想要子女来帮他们完成 这种无原则的依赖 往往会成为子女沉重的负担 子女对于老人的爱是无私的 可是他们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 他们不仅仅是你的子女 也是也是公司的员工 别人的伴侣 孩子的父母 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老人身上 总还有其他事需要他们去完成 这时候老人的心理就会产生落差 觉得子女不够在乎他们 从而产生抱怨 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老人自己每天闷闷不乐 子女为了应付老人疲于奔命 最后双方都落得一地鸡毛 在老伴离开之后 有远见的老人会做的 应该是尽快学会自己独立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可以向子女开口 但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还是要靠自己来完成 即使是老人 增长的只是年龄 而不是丧失了生活的能力 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 你会发现很多事你只是不敢面对 真正上手以后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三 怕寂寞而草率的再婚 现在社会观念开放了 老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 开启一段黄昏恋 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事 只是有些老人在老伴离世之后 因为害怕寂寞 所以草草再婚 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 也是屡见抱端 在老伴离开后 老人们当然可以继续追求自己的幸福 和新的人开始一段感情 但陪伴是一回事 要不要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有些老人来说 他们再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感情 而是因为害怕寂寞 想要找一个长期的陪护 建立在这样的目的之下的婚姻 对于另一个人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而且老人再婚 面临的不仅仅是两个结婚的人之间 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多的是两个家庭及子女之间 会产生的种种矛盾 比如遗产的分配 经济上的纠葛 还有子女感情上的接受程度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棘手的 为了排解寂寞 而草率的选择再婚 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 就足以让老人疲惫不堪 那一点点寂寞的派遣 与此造成的麻烦相比 就显得微不足道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离别也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是老伴先你一步而去 也希望你可以坦然地接受生离死别 不要惊慌失措 不要方寸大乱 用你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度过这段难挨的时光 继续安稳地走完你的人生 人过五十 要想不讨人嫌 记得为自己铺好三条路 一 隐言 人生如下棋 走错一步 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人到五十岁 逐步开始走入晚年生活 晚年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来自于自己对生活的经营 沙安纯的少女中写道 不管我们几岁 只要信仰年轻 就依旧年轻 人老了 不是最惨的 新老才是下坡路的开始 真正过得好的人 懂得未雨绸缪 不会让自己活成别人的负担 不会讨人嫌 人过五十 要想不讨人嫌 记得为自己铺好三条路 让自己活得更加体面一点 二 给自己积攒积蓄 别过分依赖别人 人到晚年 有的父母 内心变得特别脆弱 觉得自己老了 就该得到子女更多的照顾 当父母的依赖心越来越重 子女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渐渐会被子女嫌弃 生活家中的邱小霞 把女儿养大成人 女儿的事业发展越来越稳定 但她依然努力地赚钱 王世诚问她 为什么不让女儿养 在家想轻浮 邱小霞说 女儿大了 有属于她的生活 自己有手有脚 赚钱自己花 活得更踏实 依赖谁都不是长久之计 不如凭自己的力量 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人生路上 给自己攒钱 追求甜美的爱情 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发挥出自身的价值 劳动光荣 快乐 也能活得更充实 老了之后 有更多的安全感 宫崎俊说 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 他会成为你的习惯 当分别来临 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你的精神支柱 子女工作忙 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庭 不必太依赖他们 而是要懂得过好自己的生活 能这样做 晚年才能更幸福 三 保持健康的身体 学会独立面对生活 人老了 对自己要富养 保持充分的营养摄入 不要吃的东西 品类太单一 有良好的睡眠习惯 早睡早起 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不要用不健康的方式减肥 保持体态 多锻炼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少生病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晚年 一旦没有了健康 动不动就生病 住院 需要花很多钱 也要人在病床前伺候 就算子女孝顺 但孩子们会担心 焦虑 有负重感 就像头顶上 总有一块乌云 无法消散 坚持锻炼 保持四肢灵活 身体强健 不要动不动就陷入负面情绪之中 而是要学会调节情绪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闲时可以出去走走 看看这大千世界 不要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照顾好自己 也是一种成功 人老了 不想被他人嫌弃 保持健康 好好生活 四 管住自己的嘴 别说话时 失去分寸感 学成法师 在好好说话中说道 说话虽然简单 但可不是一件小事 说什么话 很重要 用简单的话去伤害别人 可能造成的后果很大 一个人活得通透 不会在嘴上下功夫 不成口舌之快 不争输赢 而是守住一颗宁静的心 有的人 老了后 伶牙利齿 特别喜欢讲道理 总想让别人认可他的观点 话太多 不管别人的意愿 把自己的想法 一股脑地抛出去 让人左右为难 又或者 喜欢替他人 安排人生 不管不顾地发表评论 不在乎人家的感受 遭人厌恶 一句话说不好 很有可能得罪一大片人 会让人认为 你情商太低 不愿与你交心 老去之后 没有朋友 日子难免会过的孤单 在晚年 不想讨人嫌弃 就要学会管住自己的嘴 别在说话时 伤害他人 人到五时 好好生活 好好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 让自己的手里有些钱 将来即便是一个人生活 也能过得安逸快乐 不会依赖他人 依然潇洒 活得独立 锻炼身体 保持身心健康 身上无病 不用他人照顾 心态积极向上 每天都像个小太阳一样 发光发热 活成这样的状态 会让所有人都喜欢 少说话 多倾听 不乱发表意见 不要横加干涉年轻人的选择 给予身边人 更多的尊重 掌控好自己的生活 和子女经营好关系 与身边的人 友好相处 人生会更加顺遂 到了晚年 在儿女家养老 要坐到三不管 一 隐言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在年老的时候 需要找到 可以停靠的床岗 老有所养 才能有安宁的晚年 很多人在养老的路上 之所以活得不快乐 是因为与儿女之间的相处 出现了问题 大部分是失去了分寸感 周国平说过 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克服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 则是重教养 人老了 要想安享晚年 在儿女家养老 要做到三不管 二 不管儿女家的钱怎么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当决定在儿女家养老时 需要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人老了 一辈子吃过苦 也许知道钱的重要性 总想让儿女多节约点 不知不觉 便会开始干涉儿女 如何花钱 在电视剧 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 舒伊勒的母亲 想让儿子和儿媳的工资 全部都交给她来保管 甚至她还主动提出 以后家里的各种费用 她负责去刨腿缴纳 这话让儿媳不乐意了 也让儿子家在两人中间为难 为以后的家庭矛盾 埋下了伏笔 人老了 虽然依靠儿女生活 但是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时尊重孩子们的财务独立性 两代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 不要去过度干预子女 如何花钱 避免因为经济产生分歧 增加家庭矛盾 导致晚年不被儿女接纳 三 不管儿女和爱人之间的感情事 选择在儿女家中度过余生 是一种亲密且合适的生活方式 大家相处于同义屋檐下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相处 需要保持一定的分寸感 作为长辈 不管有多心疼自己的儿女 当他们结婚后 就不要再去管他们家里的事 尤其是不要管感情上的事 余丹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没有分寸的事情 都可能做得过度或者不急 父母与儿女之间 应尽可能地避免 对彼此的生活和感情进行干涉 感情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和磨合的 在这个过程中 总会经历一些摩擦 摩擦过后 可能就是感情更上一层楼 儿女都是成年人 他们能够自行处理 他们的感情和婚姻问题 并为他们的选择负责任 做父母 如果过度地干涉 反而会破坏他们与爱人的关系 反而不利于他们经营婚姻 经营家庭 四 不管儿女的生活习惯 给足空间 列夫 托尔斯泰说过 过分了解或者过分不了解 同样妨碍彼此接近 作为父母 即使老了 但是在心里 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长大 想给予他们细心的照顾 但最后 往往会因为各种观念的差异 引发彼此之间的矛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空间 不希望被他人涉足 儿女虽因父母而来 但他们也是独立的人 有自我意识 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人老了 在儿女家养老的时候 应当尊重他们的空间和隐私 不要过度干涉 互相尊重 包容 才是最佳的相处模式 同时 作为父母 也要慢慢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给足子女空间 学会接纳与尊重 只有 彼此之间 和睦相处 建立一个舒适的居住空间 才立于家庭的和谐 晚年 在儿女家 要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晚年 在儿女家养老 别总想着插手他们的生活 要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把时间和精力 用在经营自己上 会比放在儿女身上 要轻松得多 对于那些要在儿女家中 度过晚年的老人来说 与子女相处 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感 只有这样 才能在晚年生活的 更加快乐和充实 想让庆驾高看你 别做以下事 很败好感 一 眷手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纵横交错的天桥 稍有不注意 可能就偏离了自己的目的地 卡奈基说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是用现代方式表达出 圣经中遇人失于己者 必先失于人的金科玉律 与亲家之间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相处时 也是有原则的 想要彼此之间关系和睦 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 要有原则 有分寸 彼此尊重 若是和亲家相处和睦 将会成为两家儿女关系的润滑剂 能够减少很多的麻烦和误会 想让亲家高看你 别做以下事 很败好感 二 别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一家人 不要做两家事 亲家成为一家人后 就别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了 看过这样一段视频 一个男人和亲家见面 准备商量儿子的婚事 他对亲家的情况并不很清楚 只通过对方朴素地穿着 和善的态度 便判断对方混得也就一般 在吃饭的时候 他总是忍不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亲家说 您多吃点这个海鲜 不便宜呢 估计平时很少吃吧 亲家对他的阴阳怪气并不在意 而是得体地回应着他 后来他才知道 亲家在体制内工作 且职位不低 平常为人很低调 想想那天的言行 他自觉在亲家面前 再也抬不起头了 见识浅薄 内心狭隘的人 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并区别对待别人 和亲家相处 一定不要先入为主 这样很容易失去客观的判断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不管对方是何种穿着 何种出行方式 要同等地尊重对方 这样才能够赢得对方的尊重 三 别炫耀 别攀比 有这样一句名言 生活类 一小半源于生存 一小半源于攀比 和亲家相处 若是过分炫耀和攀比 在对方心里 会形成爱慕虚荣的形象 不自觉地会想要远离 双面交中 李亚平和丽娟结婚之后 她的父母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她便想着 让双方的父母见个面 吃顿饭 以示礼貌 丽娟的父母 是百般看不上亲家 又不想输了气势 在饭桌上 对亲家明里按理地讽刺 同时 还在话语中暗示 李亚平之前 是如何讨他们欢心 如何殷勤地 为他们忙前忙后 丽娟的父母 以傲慢的姿态 看不上来自 北方小地方的亚平一家 处处都想争个高低 让一顿饭 吃得硝烟四起 他们带着胜利的姿态回家了 却将一地残局 丢给了女儿和女婿 让家庭矛盾不断升级 在和亲家相处的时候要明白 彼此之间的印象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女的生活 若是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还会成为彼此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亲家之间也许经济水平不一样 彼此的生活层次也不一样 但是相处时 别炫耀 也不要攀比 否则只会让彼此之间 结下永久的梁子 四 别用钱去衡量感情 在生活中 很多人总是习惯 但根据亲家所付出的金钱 来判断对方的诚意 其实 这是非常片面的 在和亲家相处接触的时候 不要用钱去衡量感情 金钱并不是衡量感情的唯一标准 当一个人有经济实力的时候 用金钱来表达自己的诚意 无可厚非 而当一个人经济条件 不那么宽裕的时候 也不可否认他在时间上的陪伴 和提供的情绪价值 用钱来衡量感情的人 眼里只有利益 不懂得情意值千金 在生活中 很难被别人高看 亲家之间 成为了一家人 就不要再过分地谈及利益 而是 要多为小两口想想 多为他们的未来铺路 若是 两边的父母过于势力 又或者 只供于金钱上的算计 就只会导致 小两口的矛盾越来越多 一家人之间 与亲家相处 要做到坦诚相待 为了彼此的儿女 可以拥有更安稳的婚姻生活 亲家之间的相处 要尽量做到坦诚相待 彼此之间要做到平等对待 用真诚来建立感情 让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只有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 才能够为自己赢得尊重 赢得好感 如果您确定的